为了保护单车组的用路安全 最差这个月底呢 骑单车滑手机啦 讲手机甚至是酒驾都会吃上最高600块钱的罚单 不少民众都是拍手叫好 只是呢这个单车意外频传 或许啊我们可以考虑效法国外在公车上加装了风鸣器 避免在转弯的时候呢去伤到机车骑士 单车组要注意了 以后骑自行车玩手机可是会挨罚的 立法院在上个会期通过多项交通处罚规定 自行车骑士如果边骑车边滑手机 酒驾没理让人行道上的行人最高可罚600元 最快三月底上路 赞成 为什么 因为危险啊 我遇到别人我也不希望被撞倒什么 因为他的分心我怎么了 民众意见一面倒 而这次的规定还包括契机车占用自行车道 突然急煞逼车最高可开罚两万次 警察机关会以先以宣导的再来劝导 最后加以执法的方式来执行 等到法令正式上路后就会加强取缔 再次